行业消息方面 隔晚在外围就有一宗消息 就是DRAM记忆体美国大厂美光科技 被大摩下调了评级 去到与大事同步 目标价大削 由105美元降到75美元 还警告一个产业 说是winter is coming 寒冬将至辣 又预测DRAM的价格 明年有机会会下跌 DRAM的价格 如果真的见顶对行业来说 都是一个挺负面的消息 而且都是比较长时间会体现出来的 我想跟micron的产品比较集中是有点关系的 因为它集中是DRAM 以及其他的发速企业体 主要的用途都是个人电脑 平板电脑 又或者是一些伺服器身上的 看到其实去年是一个挺高速增长的 无论是PC也好 或者是伺服器也好 其实那个销量都高速增长 你见到其实992那个股价走势就知道 但是去到今年的话 其实整个行业的增长或需求 其实开始放缓 所以就无论是HKIS也好 或者DRAM也好 其实见到那个需求放缓的明年 大家估计其实都会有一个下降因素 但是同一时间其实在半導体行业 某些sector是仍然存在一个决心的情况 两个很明显的 第一个就是消费电子 就是手机相关的那些 还有汽车 尤其是汽车 因为很多汽车厂 尤其是看到大厂 都是因为决心的关系 所以生产那里遇到很多的阻碍 再加上由于 因为整条汽车厂链 或者电子消费的产业比较长 所以你一个环节决心的话 导致可能其他的供应都会受到影响 所以就变了今年上半年 某些players 台式电子中心华雄这些 其实订单就盘勃满 但是另外一些半導体厂 如果是生产其他pass那些 就会出现一个订单不足的情况 所以其实整个行业 其实冷却的差异是多大 另外行业基本面方面 瑞讯就总结了160家台湾报道体股 和50家科技股 7月那个销售按月的表现 都说跌0.5%的 就是半導体供应紧张 和数据中心的增长 汽车工业的复苏 都会继续支持到行业的前景感 但是你看到台词电今季的增长动力 虽然会升 主要都是有苹果订单 这些个别的因素带动 但是对于一些晶圆代工的公司来说 之前Ellen你也提到 就是官媒点名去批评 一些汽车芯片的问题 特别是市监局都说 针对汽车芯片的市场 控台炒作 价格高企的问题 甚至乎会立案调查 对于一些企业 这个影响究竟对于中芯 和华雄这些来说 要多久才能消化到的影响 我想主要影响是投资气氛 你说对于中芯华雄这些上游 就是真的从事一些芯片封装 或者生产的公司来说 实际影响不是真的那么大 尤其是今次官媒的开口 其实针对的都是经销商 因为其实在产业中芯华雄 或者台词电这些是制宜造商 当然有些是直接卖给下游的客户 台词电会直接卖给苹果代工 但是有部分其实会经销商 经销商可能中间会团积一些的存货 看到价格升的时候 它就会卖出去 或者看到价格不升的时候 可能就未必会卖出去 导致有些是联手 然后控制供应 从而令到价格就会上升 似乎今次官媒 或者日后如果是市场监控局那些会出手的话 针对的对象都是这一类的经销商 而不是最上游的一些制造商 还有看回最上游的制造商 其实你和中芯华红的业绩里面 都看到其实它的单价的提升 其实不是真的那么多 可能平均加价 加价是20-30% 但是就看到下游某些畅商 看到的情况就是 在过去一段时间里面 有部分的芯片其实升价了几倍 中间其实差价很多是这些经销商赚了 所以可能官媒或者日后的监管当局 其实针对的对象都是这些经销商 我想就是市场消化了 或者开始认清了这个情况之后 其实对于上游的制造商中心 华红的那些影响 就应该不会持有得太久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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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